今天下午两点共有近百名死者家属及亲戚朋友送死者冯明德最后一程 槟城医院管理层已经承认有关事件是院方职员疏忽导致 为了让死者冯明德的家属安心 院方应允家属的要求 协助他们检验骨灰的脱氧核糖核酸 并承诺检验报告将赶在星期五出病前完成检验报告交给家属 然而一直到死者举病的时候 有关的化验报告书还是没有交到死者家属的手上 院方应该要打电话来说DNA是验不出了的 因为它烧到那个验不出了 DNA是验不出了 是说照着说他之前有拿我们的血液 然后可能是爸爸之前的亡状态的时候 还有除流的那个血液 然后mash 还有他们之前他们的疏忽的那个他们尸体的 然后应该是这样的程序是说是来证实说是我父亲而已 因为DNA是验不到了 冯明德的家属表示 父亲的遗体竟然遭他人家属领走并火化 最后只能领回骨灰问 让他们感觉晴天霹雳 完全无法接受 但是现阶段他们没办法想那么多 只能专注处理父亲的出病仪式 家属认为医院是知道骨灰是验不出DNA 但是还是帮忙验 目前家人只能够选择相信骨灰是他们的父亲的 寻集是否会采取法律行动 家属表示暂时会交由代表律师处理 但是并不排除会起诉院方 另方面 宾州东北区警区主任米奥法利 在下午三点左右召开记者会 向媒体公开有关DNA的检验报告 并解释说 因为死者的骨灰经过火化 因此没有办法取得死者的DNA 院方是通过死者被解剖后的血液 和家属的血液进行对比时 确认有关遗体就是冯家子女的父亲 警方指出 另一名死者是一名73岁的男性 他是因为心脏病死亡 数天后被发现才被送去太平间 他有一名53岁的女牵手 因为尸体高度腐烂并传出恶臭 只是粗略看一下就让殡葬人员处理 不仅是在该死者被放进棺木的时候没有确认 连送到火葬场火化有关遗体的时候 也没有再三的确认才会发生这起事件 MTV7 槟城采访报道